有朋友又問941 我們看看資金流向 941呢 他問就是941 是有很多的 50多元的Boring 在今年12月到期 那941 會不會升到上去 59元或以上呢 這樣 我個人覺得是有可能的 過了很多五天 941 第一就是 渣沽兩邊都是100萬 就是這個 買入的46%左右 沽出54%左右 今天就是46比 即買入四成 沽出的就是六成左右 這個是100萬的 單價計算 主要成交區域在48元 48元左右 那中移動將會怎樣呢 我就覺得他 是應該在現水平度 是整固的 是在現水平整固 這裡升了上來 這個周線圖 那他這個 保地加通道中族呢 是有一點點向上 最近幾天 有一點點向下 千萬不要跌穿 這個保地加通道的 底支持 這個大四向 今個星期起 46.5 左右 如果它不跌 如果低支持的話 理論上 就可以向好的 那麼 日線圖上面 你看到 它就會是打平行的 那麼 起這個保地加通道的 中族呢 就是48.4 那麼 現在由於它還起這裏 不知道它跌還是下 所以應該如果要吸納的 就要起48.4之上 例如 在48.6左右 這樣來買 那上面看什麼呢 就看它 就可以去升穿 50元 這個短期的阻力 那再上 這個保地加通道的上屬 這裡 日線圖 是49個半島 那可以上宣了這裡之後 那上面可以看到 去到53 或者是更高的 那在這一點裡面 那就是 什麼時候會到得到呢 我估計 暫時現在 都是會在這裏 這樣的 是橫行著區域 那麼 由於中移動 是有成7厘息左右 以現價計 是估計可以達到7厘息左右 你叫它跌 又不會跌得很多的 那當然要升呢 是一定要等一些利好的消息 那什麼時候有利好的消息 我個人的看法就是 就是 月向2021年的下半年走向 月近年尾 5G 或者是其他相關的 是有些所謂的 互通的應用 會多了 那到時要看看 是在中移動 及其他電訊股 他們的表現 理論上 應該是三隻 都一起向好的 如果中移動是好的話 其他 是聯通 或者是中國電訊 都可以 是會值得 是看高一線 在中移動 在中移動 中移動